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十二港人案件有最新的進展 在今早十點半鐘的時候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就作出了宣判 對其中十人是判處了監禁和罰款 至於另外兩名未成年的人士 法院就決定作出不提起訴的決定 同時就已經是遣送出境回香港了 我們先說說到底法院對於十人的判決是怎樣的 其中鄧啟然和喬瑩瑜被判處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成 分別判入獄三年和兩年 另外八人被判處偷越邊境罪成 判囚是七個月的 同時就要罰款一萬元人民幣 按照目前的刑期看來 有八位比較輕判的人士 大概去到明年的三月 即是過了年 就應該可以回香港了 因為目前這十二個人 都已經被拘留了一百三十幾天了 按照計應該可以扣回這些日子 所以計一計大概還有三個月左右 再有多八人就可以回香港了 另外那兩名未成年人士又怎樣呢 法院就說作出了不提起訴的決定 目前兩人就已經被遣送出境 回到香港了 兩人就被安排了去天水圍的警署 稍後就會送往隔離營 相信這兩名的未成年人士 他們即使回來香港也好 其實經歷了上次的事件以後 都很難向法院申請保釋了 但是起碼來說就是個人回來香港先 起碼就算在這個拘留所也好 家人朋友去探訪也比較容易一些 起碼見得到他的真人先這樣 至於現在這個刑期 我相信外國施壓的影響已經反映了出來 尤其是回應了歐盟昨天的那篇聲明 歐盟昨天就出了一篇聲明 他們怎麼說呢 那篇聲明就說有12名的香港人 自從今年8月開始就被中國的官方拘留 其中有10人就在28號的時候 在深圳那裡受審 聲明當中就說當局不准許他們自行委託律師 而在機留期間和他們接觸的機會 也是受到嚴格的限制 此外審判也沒有公開進行 而各國的外交代表是沒有辦法參與得到這一場訴訟 而被拘留人士的親屬也沒有辦法到庭旁聽 於是歐盟就呼籲 中國要為這12名香港人保證得到程序公正 和有正當的法律程序 並且敦促中方要立即釋放這12名香港人 讓他們可以返回香港 當然現在有兩名未成年的人士 就不提起訴了 回了香港了 另外有8人很快都會回香港了 當然還有兩人就被深圳的鹽田法院認為 說他們的情節比較嚴重 於是判重一點 我相信這一個判決的安排 已經是反映到外國的施壓 尤其是來自歐盟施壓的影響 如果不是 可能刑期判再重一點也不奇怪 又或者那兩名未成年的人士 未必可以立即放回香港 又不奇怪 反正現在這樣的安排 大陸其實就叫做給足面子歐盟 其實這些安排 某程度上就是重現90年代的戲碼 當年美國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就是每年來批准 是後期克林頓 就說永久批准最惠國待遇給中國 當年就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情況 就是凡親每年審議這個最惠國待遇之前 又或者凡親是有這個 美國高級官員訪問中國之前 大陸肯定會釋放一兩個異見人士 就說給他們美其名就是保外就醫 實際上就是放回他們出去 不用回大陸了 現在這個十二港人案件的安排 某程度上和當年是很類似的 有些人會形容為人質外交 實情歷史發展的規律 永遠都是這樣不斷重重覆覆的 萬變不離其中而已 到底這次為什麼要有這個安排 為什麼要給足面子歐盟呢 我相信就是大陸要為這個 中歐投資協定的簽署 創造一個有利的氛圍 是有關的 而且我認為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當然大陸的外交部 昨天就著歐盟的聲明也有反駁 叫人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諸如此類 我覺得那是外交的套餘 大家看到今天這個判決 有兩人比較重 有八人其實都相對比較輕 有兩人還馬上放回香港 我相信歐盟所發揮的影響力 就已經體現了出來 另外我在Facebook上 就看到某位前立法會議員 他那些判決 就看到人都眼睹了 他那句話只有十二個字 先放兩個 測試香港輿論反應 實際香港還有什麼輿論反應 好測試才行 難道他還會覺得 大陸是會顧忌香港的民意嗎 還會顧忌香港的所謂輿論嗎 還要看香港人的面色去做事嗎 擺明就不會了 如果會 就不會將國安法夾在附件三 在香港實施了 還有什麼香港輿論反應好測試呢 我都不明白 老實說現在在國安法的環境下 你的輿論反應最多在喊幾聲 你還可以有什麼輿論反應 所以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作為一個從政的人 那個判斷力是可以弱到這樣的 他說先放兩個 其他那十個現在擺明就是不放 要復刑 什麼先放兩個 現在只是放兩個 另外那十個復完刑才放 即使放回來香港 都不代表他們重獲自由 因為這十二個人本身就是有案在身 按照現在這樣的情況看來 其實都很難再去申請保釋 所以肯定就會繼續拘押 然後就等候法院的審訊和判決 所以真的前路漫漫 回來香港都還有好一段時間要熬 希望這十二個人都安然無讓 接著就再講講南華早報的一篇報導 他們在昨天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歐盟領導人 預計會在今天進行一次的視頻通話 為著達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是掃清最後的障礙 有不少歐洲議會的議員 對於香港問題和新疆問題都表示擔憂 特別是涉及到新疆的強迫勞動議題 他們就表達出嚴重的關切 但是歐盟委員會的官員 似乎就努力幫中方說行 歐盟委員會向歐洲議會所提交的一份備忘錄 歐盟委員會指出中國已經作出了重要承諾 而且同意了持續不斷地努力 爭取批准國際勞工組織有關於廢除強迫勞動的基本公約 歐盟委員會也說 這次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並沒有剝奪歐盟制定自主措施 來打擊強迫勞動的必要性 同時歐盟委員會還說 中國將會首次同意有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堅實條款 包括與環境以及氣候相關的條款 例如確切執行巴黎氣候協定 推廣企業社會責任 以及解決勞工問題等等 總之歐盟幫中國說了很多好的話 嘗試說服歐洲議會議員 另外《華爾街日報》也引述了消息指出 歐盟官員提出 如果中方沒有執行投資協定的部分內容 歐盟可能會採取某些措施來報復 大概的報道就是這些 實情大家都看到 似乎不僅中國很想簽署中歐投資協定 就連歐盟 尤其是歐委會的官員 他們都很恨來簽 尤其是德國肥婆 麥克爾總理 他恨到不得了 恨到出執 他就是輪任主席國 他是有份主導這件事 最好就是中國歐洲一起發大財 好了 至於解決什麼勞工問題 或者什麼氣候問題 他到底是否相信中國真的會做呢 這個是不重要的 他重要的就是 要中國作出這些承諾 你承諾之後做不做 其實都已經是有往績可以看的 但是無論做不做都好 責任就不在於歐盟了 根本上歐盟那幫人 他現在就是想 趕快簽署投資貿易協定 趕快搞定這件事 至於後續 為中國如何處理他的承諾 這就是往後的問題 當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 他都承諾了很多東西 到最後他有沒有兌現 有沒有執行到 這就是後話 最重要是達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先搞定這個協議 很明顯現在歐盟都是傾向這個方向 至於你說那些什麼什麼 全部的紡紙 又人權問題 又強迫勞動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都要說 說來幹什麼呢 就是讓歐洲議會的議員 好向自己的選民交代 所以我看到有些網民在網上留言說 為何歐盟是會相信中國所作出的承諾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歐盟未必是真的天真的 他可能自己也未必相信 問題就是 你最重要是先作出這些承諾 好向歐洲議會的人交代 已經是爭取了他作出這些承諾 你簽吧 一簽了就得米 至於那些承諾 到最後會不會是打水漂 或者是變成了歷史文件 這些已經是後話了 總之在這個世界 過了海神仙 永遠簽了這些都是這樣的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